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住了 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希望你记住了 好了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仍然是圣经中预告性预言 这是我们目前的一系列主题圣经预言的第一讲的题目 在上一讲的时间里头 我们首先强调了这个讲题当中的 圣经中的三个字的重要性 因为圣经中的预言已经经过了试验 而其他的预言是需要不断的去测试才可以去相信的 就圣经中预告性预言这个题目 我们也说到了 圣经是一本很独特的书 是神的话语 没有其他任何宗教或者所谓的神是可以跟这位神相比的 只有神在几千年之前 就准确的预告了未来 只有圣经记载了这些预言 那此外我们还特意看了彼得后书的第一章16到19节 因为这里专门说到预言这个主题的 这段经文的主题是 耶稣基督以能力荣耀的再来 我们说到今天最重要的预言主题啊 那就是与主耶稣再来有关的主题了 他要来做王 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 任何真理的最终权威啊 就是圣经 神的话语 那所以彼得说 你们已经听了我们的见证 但更重要的是 你当留意神预言的话语 他比啊 所有人的见证更重要 那根据彼得的教训 预言性的经文是 黑暗地方的一盏灯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不应当没有光照啊 神界的预言性的经文 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光照 另外我们也在上一讲的时间里头 解释了为什么彼得说 预言是更确的证据 更确的证据 那是因为许多预言呢 都真正的应验了 已经应验了 我们因此就举出了十个例子 说明有关耶稣的预言 都已经确确实实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 在上一讲最后的时候 我们根据彼得的话就说到了 预言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要使主耶稣的再来更加的真实 更加的生动 使我们不能忘记 不再受任何其他像违背的东西迷惑了 我们特意说到 等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他要向那些热切等候他的人显现 这不是说相信一个教义 而是指导人心里那样 那种东西在不断的鼓励你 心里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你确有把握的知道 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再来 使你激动 使你因此而振奋起来 那么我就问你 你有没有因为你明白了主耶稣 一定要再来而感到感动 或者说振奋呢 要对自己诚实一点 那因为神是可以改变你的 你听了这个节目 其中有个缘故是 要蒙神改变 如果你没有热切的盼望 只是有一种方式得到了 我自己学会了 如果我不是每天读圣经 默想他思考他 这些荣耀的真理 就会变得好像是很遥远 我仍然会认为啊 他们是教义 会接受他们 但是啊 他们却不能够激发我们生活上 应该有的那种样式 那任何相信耶稣在来的人呢 都应该受到这个极力振奋的 去过一个跟这个信仰相称的生活 是圣洁的荣耀主的生活 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当中 另外有个好的宣告经文 那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 一到三节的经文 圣经这么说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珍视他的儿女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未曾认识他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像他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向他洁净一样 那弟兄姊妹 听到这段经文 你可以说阿门吗 但是真正相信他的人呢 应该是有一个记号的 什么记号呢 约翰一书三章四节那说了 反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那所以呀 不要随便的说 你盼望主的再来 除非你要洁净自己 要圣洁 除非你每天去寻求 圣灵的更新 得到不断的圣洁 更荣耀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见证主 荣耀主 你可以相信教义 但是在生活上啊 没有任何的见证 那每一个人呢 有这个盼望的人呢 都应该要洁净自己 就像他洁净一样 神只有一个洁净的标准 那就是耶稣 所以我要问你了 你真的在洁净自己吗 你是不是每天在寻求与主更亲近 以讨他的喜悦的生活方式 给他带来荣耀 把他放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置上呢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神愿意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按道理来说啊 只有一个位置是配给他的 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 如果万能的神 创造天地的主 乐意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把那个首要的给他 而是把次要的位置给了他 那这是不蒙神喜悦的 不应该的 我们得要承认 只有他配得我们生命的首位 我们曾经说到 要查验圣经以外的任何的预言 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节 那儿经文说到 因为预言中的灵异 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也就是说了 所有的预言都为耶稣做见证 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起 一直到启示录最后 它就是所有预言的主题 任何不能为耶稣做见证的预言 都应当引起我们提个问题 就是打个问号 疑问一下的 如果他把这个属于耶稣的位置 留给了别的地方 或者留给了别的东西 如果他把我们的注意力 转向耶稣以外的任何的领域 他就没有圣经预言的记号了 因为预言中的灵异 那是为耶稣做见证的 它是一切预言的主题呀 那然后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四节的上半节 耶稣就说到圣灵的降临 他这么说 他要荣耀我 他要荣耀我 圣灵有一个至高的目的 那就是要荣耀耶稣 如果你想神的灵留在你这个聚会当中 在你的教会里头 无论是敬拜会 讲道会 或者什么其他的聚会 如果你真正的以荣耀耶稣 主要目标的话 圣灵就会高兴的加入你们了 在你们当中了 但是他对荣耀耶稣以外的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 当我们发觉自己把注意力转向了人 你可以肯定啊 圣灵就会从你们那个当中啊 退出去了 也许最初有圣灵的同在 但却没有圣灵持续的同在 测试一下 是不是圣灵的动工 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要看一看 他是不是荣耀耶稣的 圣灵永远不会荣耀任何其他的人 因为没有别人 配得荣耀的 也就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 彼得后书第二章当中的话 那说明一切预言的中心点是主的再来 神想要我们不断的想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好 我们来看一幅简单的预言图画 你可以把预言看作是一幅还没有 事件发生的地图 那如果你有一幅地图 那比如一个城市的地图 它会让你看到每一块地方 甚至是一条街道 总的来说啊 如果它是一幅城市图 它不会让你看出房子的颜色来 那通常什么 甚至是看不出房子的高低来的 它不会告诉你 住在每一栋房子里头的人的名字 但是它会给你一个总的概念 地图的目的是帮助你 达到你想要去那个地方 圣经的预言就是像一幅地图一样的 它不会告诉你每一件细节的事情 也许不向你显明你感兴趣的事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话 就会向你显明正确的方向 使你达到正确的目的地 那就是地图的目的 那么地图有什么用呢 你要去的是什么地方呢 我也说啊 圣灵带领我们去的是一个永生的地方 那就是逃避地狱 多少人相信地狱是很真实的事呢 我要感谢神 他借我脱离了地狱 如果我走自己的道路的话 我很早以前呢 就进地狱了 那个时候我不敢要求公益 只求怜悯 地狱是我本来应当要去的地方 那对这一点的时候 我是没有怀疑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做推销员的 他的生计啊 也就是他的工作吧 是专门卖一些东西 他得开汽车到处去推销啊 他有三次超速的驾驶记录了 所以地方警察叫他去警察局 要问问他一些事情 他很怕失去他的驾驶执照啊 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执照的话 也就差不多等于失去了谋生的手段了 所以他预先准备了所要说的一切的话 他进了警察局 对那个警察就说了 先生啊 我不要求公益 只要求你的怜悯 哎 那我警察就说了 啊 从来没有听人跟我这么说这样的话啊 警察就让他留下了驾驶执照 我时常想到他的话 那所以我就对主说 主啊 我不求公益 只求怜悯 弟兄姊妹 你能同意这么说吗 圣经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啊 罪的公平报仇 那就是死哦 如果你想要公益的话 你可以得到的 其实啊 无论你想不想 你都要得到的 但是神的恩赐 神白白的恩赐 是不能靠我们的劳动力 我们的金钱赚取得来换来的 都不行的 我们也不配得的 神的恩惠是永生 我听到有一个人说啊 哎 我想要的就是公益啊 我心里就想了 哦 如果你知道你所要求的公益 就是死的话 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吧 我们都知道啊 地图是有两大好处的 第一 它可以帮助你不至于失去一个地图上不存在的目的地 你会说啊 哎 那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位基督徒身上呢 今天它发生在许许多多基督徒身上呢 许多基督徒忙于去一个地图上不存在的目的地啊 你也可以搜寻圣经 你却不能找到啊 那让我现在就提你一下 就提一下 在耶稣再来之前的最后一件事 那就是大灾难 那地图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它会向你指明达到正确地方的正确路线 使你不至于走错了路线 那么你可能问了 有哪些错误路线呢 我们可以提一个啊 那就是希望一帆风顺啊 不经过苦难就可以上天堂了 但是那条路啊 不在地图上 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13到14节 耶稣就说了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的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哎呀 真是很令人惊讶哦 这两个经文 今天很少有人在传讲了 引到永生的路是很艰难的 找着的人也少啊 他们没有正确的使用地图 保罗和巴拿巴 对他们心领归主的信徒就说了 那我们来看看 使徒行传的十四章 二十二节 那经文说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横手所信的道 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因此如果你是走在那 声称没有灾难 没有艰难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诱惑的路上的话 那么你就不会进入神的国了 因为那不是正确的道路啊 为了提醒帮助一些人 那我还要提醒两件事 那些使我们难以好好研读圣经预言的人啊 正是那些什么都知道的人 他们可以告诉你 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事 谁是敌基督等等的一切 但是他们总归都是错了 那奇怪的就是 他们错了却不知道打算 也不检讨一下 到底什么地方错了 美国有这么一个人啊 他预言耶稣会在1988年9月的某一天再来 他有很多的跟随者啊 他出售了几百万册的小册子 都是他写的书啊 那当然了 我们都知道 耶稣并没有在1988年某一天回来 因为这个日期已经成为历史了 你知道后来人们发现了什么吗 这个人在说假预言的时候啊 同时在用他所得来的金钱啊 扩大他的基地 如果耶稣要再来了 他又何必需要什么基地呢 很明显的 这个人是个骗徒啊 好 让我再给你一节很熟悉的经文 那是旧约圣经的生命纪的29章29节 很容易记 对不对 29章29节 经文说 隐秘的事是属于和华我们神的 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所以有两类事 隐秘的事和明显的事 有许多事我们想要知道 但是神没有把他向我们启示出来 他们是隐秘的事嘛 我们想要发现这些隐秘的事 那就是在浪费时间了 因为如果神要让这些事情隐秘的话 那是没有人可以破解神的秘密的 那么明显的事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启示给我们知道呢 摩西告诉我们 那是为了叫我们去遵行这些事 我就发现真正对隐秘的事感兴趣的人 对神已经明显启示出来的事 他们就不感兴趣了 门徒对耶稣说 你再来的预兆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24章14节当中 耶稣给他们一个很明确的答复 说道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你注意了 那正是对一个很特定的问题的 一个特定的回答 什么时候末了才来到呢 当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 给万民做见证 那就是这个时候 好了 现在你已经听到这段话了 如果你不去遵行 那就不要期待 再从神那儿听到别的话了 因为只有顺服才能带来启示的 这正是我自己的见证 受迷惑的路 那就是拒绝启示 许多人走到那个路上去了 因为神所启示的 他们感觉到不适合自己 跟他们私人的计划 不相吻合 或者是跟他们自己所相信的神啊 或者他们的神学啊 不吻合 你还记得前面所说的话吗 预言是黑暗中的一盏灯 如果你拒绝他 背对着他 那么你就陷入黑暗之中了 这不是说你没有得救啊 那是你与神之间的事哦 但是我所说的是 你会有许多不必要的问题产生了 你会走进你不该去的一些地方 在生命纪的十八章 十八到十九节 那是摩西多以色列人所说的一段话 经文这么说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 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 像你 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那我们从心愿当中就可以知道了 那位应验了这个预言的先知 那正是耶稣啊 因为我们看到 新约的作者都完全的确认了 唯有耶稣才是神可以对他说 他要将我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的那位先知 好 圣明记的十八章十九节 接着说 谁不听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 我必讨谁的罪 哎呀 弟兄怎么样 忽略有关耶稣预言性的教导 你看是多么危险的 因为如果你不听神说的话 他必讨你的罪呀 当你单独与神面对面交账的时候 那可是一个很艰难的局面 因为他说 为什么你不听我有关我儿子的预言的教导呢 你会拿出什么理由来呢 没有任何有效的理由了 我得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诚实的对待你自己 你现在是在热切的盼望耶稣的再来吗 如果不是的话 陈星就没有在你心里头升起来 你就是面向灾难了 如果你听了现在这一篇的讲章 你真的想在神的旨意当中 如果你真的想顺服圣经 你意识到你对耶稣在来的内心态度不正确了 想要改变自己 或者是你想神来改变你 我真是要通过这一系列的讲章来帮助你 在听了这全部的讲章之后 你会心里升起很激动的盼望 等候耶稣的再来的 如果你想要改变 那么现在我首先邀请你 为你做一个祷告 那然后我希望你会说 我相信耶稣就要再来了 那现在我们的祷告是这么说的 主啊 你最知道听众当中 那些想要接受改变的人的心 他们想靠着你改变自己 对耶稣再来的态度 主啊 我们相信你可以做到 如果他们全心有这样的愿望 你会为每一位这样的听众祷告 在他们听到这一系列的讲章的时候 他们心中和生命里头 会有你至高的动工 给他们一个荣耀的经历 让诚心在他们心里升起 他们的心就会有那光在照耀了 他们就会说 主必再来 他必再来 阿们 好 接着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新的宣告 这个宣告是取自彼得前书五章六到十一节的 我们把经文当中的你们这两个字啊 我们把它改成我们 好不好 因为这么说啊 能够表明我们相信神的话语 而认真的对待他 并且把它适用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邀请你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所以我们要自卑 扶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我们升高 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我们 勿要谨守惊醒 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那次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照了我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我们战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我们 兼顾我们 赐力量给我们 愿全能归于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好 在这一系列讲题当中 我们是在讲末后的日子 或者说末世这个主题了 这第一讲的题目就是 预告性预言 与此相关的第二讲的题目呢 那应当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的 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发出的 世界末了的特定预言 这讲题呢 我们先有讲到过的 先前讲到过的 在这里就不专门再重复了 有些听众朋友会记得这个题目的 圣经预言的几两谷 那就是指着马太福音的 第二十四章的预言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这一个系列的第三讲了 我们要进一步去看看 末世时代世界的总的局势 这是一件跟我们大家都有密切相关联的事啊 我们应当有所预备的 好 我们来看看 首先第一件事 第一件我们应当记在心里的事情 就是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头 世界局势不单是只有一面的 而是有光明的一面 也有黑暗的一面 有极好的 也有极坏的 他们在当今世界上啊 并列而存在 我们需要两者都去思考 否则的话 就会给人一个单方面的印象了 如果我们只是说好的 给人一个不现实的乐观感 这也是一种误导了啊 这样会在他们遇到现实的时候 特别是遇到一些打击的时候啊 他们就会垮下来的 又或者是 如果我们只说坏的一些这一方面的事 就会使人产生了绝望的感受 我记得多年以前呢 我在讲祷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 有一位年长的妇人 在结束的时候 来到我的面前说 叶弟兄啊 圣经不是教导说 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越来越坏吗 于是我就说了 不 我相信圣经的教导是指 有些事会越来越糟糕 但有些事啊 会变得越来越好 我就是那些 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东西的 其中之一哦 那 这种态度 就是我想跟你分享的 好了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暂时讲到这儿 下一讲呢 我们就来看看圣经预言 这个大的主题 欢迎你到时按时的收听 记住了 如果你想得到圣经自修课程 这本小册子的话 千万别客气 赶快来信 向我夜光明索取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